不动声色地接手了她的所有的公关 给她撑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如果不是她妈突然找到片场 给了她一个耳光 也许她还会和她继续相处下去很久 至少不会态度抵触地要求分手 林安心低下头刚想要喝一口热水 忽然看到了左手无名纸上 被男人强行套上去的戒指 沉默地僵硬了片刻 才低下头举起杯子喝了一点水 温热的红枣水入喉 她干咳的喉咙总算是好了一点 她起身把杯子放在了床头伸出手 像胡茶这样的东西 她本以为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这个男人的脸上 没想到有一天她真的看得到 因为丝尘下巴上的胡茶才刚刚冒出头 只有短短的一小截 她的手指碰上去刺刺的有一些个手 她只碰了一下就缩了回去 她静静地站在床头看了一会儿 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丝尘醒来的时候 外面的月亮已经升了上来 麻醉药的药效过后 她第一感觉就是左腿受伤的地方缝合得锐痛 除此之外 头还是有一点昏沉 她先是动了动手指 才勉强地睁开了眼睛 入目是医院的天花板 最初那一阵强烈的眩晕过后 她下意识地侧过了头 看向了床边 只见她的床边静静地趴着一个人 大概是太累的关系 坐在她病床边的女人 趴在了她的床上 安静地睡着了 她的头发凌乱 有良缕遮住了脸 本来就没有化妆的素颜 脸庞憔悴不堪 哪怕是睡着了也紧紧地皱着眉头 像是有心事的样子 真丑 思辰目不转睛地盯着趴在她病床边 睡着的女人的脸庞 明明这个女人没有平日里的精致妆容 没有穿着漂亮的衣服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样子 和在电视机前看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心脏就像是被无形的东西给撞击了一下似的 咚咚的心跳声剧烈地她都能够听得到回响 她很快地注意到灵安心身上什么都没有盖着就睡着了 皱了一下眉头 艰难地挪动了一下 想要把自己身上的被子拉去 给趴在床边的人盖上 她才刚一动 趴着地睡着的人就跟触电了一样 马上抬起了头 眼睛里明明还有没有睡醒的茫然 手已经条件反射地伸出来 朝着她的方向摸了过去 这个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 只有极度担心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下意识的举动 你醒了 灵安心看到了她 眼睛里的迷蒙的睡意一下子就散开了 整个人立刻清醒了过来 蹭地一下子站起来说 我去叫医生过来 灵安心 思辰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的手已经准确地抓住了 要走的女人的手腕 灵安心骤然被人给拉住了 回过头猝起了眉头 有些不自在地解释 你刚醒 我去帮你叫医生过来检查一下 她抽了一下自己的手 还是没有抽出来 灵安心顿住了脚步 抿了抿嘴角 甩了一下手说 四尘 松手 我不 清晰准确 但是声音沙哑破碎 听得出 她是刚刚做完手术的人 她目光灼灼地望向床边的人说 我松手了 我松手了 四尘 四尘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真的是不明白 她到底想干什么 先做了过分的事情的人是她 连命都不要了的人也是她 她到底想干什么 干脆来给她来一个痛快 别这么顿刀子磨肉 大概是被她的情绪感染了 一直抓着她没有说话的意思的男人 总算是开口了 我们结婚 林安心一口气吸起来 又半天没有放下去 四尘牢牢地抓紧她的手指 坚定地说 我们结婚 被盯住了的人 总算是有了反应了 她跟触电一样地甩开手 盯着她的眼睛 不敢相信 你抽什么疯啊 结婚 结毛的婚啊 你以为你说结婚就可以结婚了吗 我是你的谁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我不结 她结不结有意义吗 他们家不会让她和女明星结婚的 何况她现在在网上 算得上是声名狼藉了 以前她形象好都不可能 更别说现在了 更不可能 结婚 他们结不了 只要你想 我们就可以结婚 四尘这一次说得很坚决 刚才林安心也没有能够甩开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牢牢地抓着林安心的手 我说真的 只要你愿意 我们就能结婚 只是 可能要隐婚几年 她想清楚了 她不想再等了 也不敢再等下去了 他们才分开了多久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就冒出来了一个陆之昂 她不敢去想象 再让她慢慢地筹划下去 会有多少个陆之昂冒出来 她不想等到她扫出障碍之后 这个女人已经彻底地不想跟她结婚了 林安心 我们结婚吧 四尘黑尘深邃的眼睛望向她 毛子里深沉稳重 我能给你 不管是戒指 还是婚姻 她能给 不用其他男人来给 林安心的背脊僵住了 她能感觉到 她是认真地在和她说这些事情 结婚 他们怎么结婚 她不是普通男人 说结婚拿着铺口本 带上九块钱 说结婚就结婚 屁大点事 她的婚姻有太多的东西了 她要不要结婚 和谁结婚 都是关乎利益的事情 她没有办法给她带来任何利益 所以她结不了魂 林安心背脊放松下来 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了下来 我拒绝 四尘眼神一暗 不过马上又恢复了过来 无所谓 我明天再问你 反正又不是没被你拒绝过 大不了 我多问几次 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赖了 林安心一阵无语 继续道 不管你问我多少次 我都拒绝 向前历 请不关注